今天晚上一开始我们要带您来聚焦的 就是百年企业大同公司 今天宣告变天 人称最强媳妇的林波文宴 这一次再也守不住了 来看到大同公司今天召开的是股东临时会 出席率将近百分之百 要改选九席的董事 结果市场派抢下了七席 公司派只抢下了两席 换言之我们看到了 百年大同经营权之争 在今天暂时告一个段落 三元建设董事长王光祥笑开怀 对着镜头比着大大的漆 因为林股会的结果正式出炉 市场派在九席董事中拿下七席 至于林国文宴为首的公司派 则是拿下两席 而且出席率超过九成 百年大同确定变天 决定就是请林温先生来当董事长的 而顺利的交接 我想现在不要去预测 我想就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要以祥和 王光祥估计最快下周三就能召开董事会 至于外界关心大同在中山北路的资产 他们也强调目前还不会处分 公司能够有一个顺序 当然不能说一下子就开发很多的土地 从投票到计票完毕总共历时两个小时 但现场还是有小股东紧咬录资议题 白衣保安拿他没辙 毕竟比起之前的满场黑衣人气势确实落了点 但是维安规格也在拉高 光是身份就得核对两次 不只要搜包包还要过金属探测器 就连椅子也要用束带捆绑 大同经营权首度变天 身为最强媳妇的林郭文彥 从董事长变成董事 也令人好奇 未来双方要如何共同擦亮这块百年招牌 东三财经新闻学主 许经要台北采访报道